編輯提提我可以和你談談那個北交鎖 因為北交鎖今天就正式開始 有一隻新股叫做同心傳動 Stock code就叫做833454 北交鎖那些Stock code比較長的 開始就大升了這個397% 就是大概四倍左右 觸發這個停市 不如我們拉近一點去談 那個北交鎖的上市 那時傳出到有新聞 真的有一些具體細節出台 大家都很擔心對那個港交所的衝擊 其實你覺得 現在就看到它真的落實了 也都降低了那個入場門檻 你覺得對港交所來說 那個衝擊有沒有大家原先想像這麼大呢 應該是沒有什麼衝擊的 你覺得沒有什麼衝擊 最主要來說我們要了解一下 北交鎖是有什麼股份來上市 新股只有10隻隻 另外71隻就是由這個新三板的精選層 來轉進來的 是 如果你就回到一個新三板的精選層來看的時候 71隻股份加上市值 就不夠3千億的人民幣 流通的市值大概是1千億左右 這些數據關什麼事呢 除一除71隻的股票呢 就是說相對上市值 平均一隻只有十多億 是一個非常小的市值的股份 還有現時來說 都是一些合資格的投資者 可以是參與這個交易 當然幾樣上都是一些專業投資者 或者機構性的投資者 才可以進行這個交易 短期炒作不排除會有的 因為你都有10隻新股上市的時候 剛才也說到有隻炒停板 它現在的停板安排的時候 跟我們平日理解的 就是這個10%的熔斷 就有些不同的 它就可以去到30% 所以那個炒作的空間會比較大 但是你始終都是一堆的小股的時候 你對應如果是傾向做一個 比較穩健的資本增值 或者是在交易所的成熟度去看的時候 傾向上那些投資者就會選擇 港交所、上交所或者深交所 來做一個投資 是極少數一些投機性的投資者 才會傾向在北交所買股票 還有要留意還有合資格才可以買得到 所以對港股的衝擊就未必會很大